提醒是 請看有關於比例的部分 提醒是這一題 他說有一個人終有來 關鍵字圈起來 兩罐相同重量的 相同重量把他圈起來的酒精溶液的罐子 注意喔 相同重量喔 這是最容易把你騙到的地方 然後呢 其中水跟酒精的重量比呢 分別是3比1還有1比1 那麼題目說呢 把這兩罐溶液呢 全部倒在一個比較大的溶氣裡面 而且沒有溢出來 請問你 後來所得的混合意當中 水跟酒精的重量比是幾比幾 好 他的意思是說 這裡有一杯 假設這是A 這裡有一杯 B 好 注意喔 一開始的時候呢 兩杯是一樣重的 一樣的喔 然後呢 把它倒在那杯 大杯的裡面去 大杯 對 大杯的這個C裡面 好 然後問你說大杯裡面的那個 水跟酒精裡面啊 重量比是幾比幾 好 那這題目呢 一樣先假設 A杯的 來 我們先假設A杯的 A杯的那個酒精跟水是多少呢 來 看這邊 它不是寫說水跟酒精不是3比1嗎 所以我們假設A杯裡面的水多少 3X 然後9呢 9就是 x 會啦 會啦齁 好 然後另外一個B杯的話呢 水是多少 因為它是1比1嘛 所以假設它是多少 y 9呢 也是y 會啦齁 它是經過約分之後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還原委去 所以假設原來是3X 原來是x 還有原來是y 後來也是y 好 現在重點來了 誰等於誰啊 9等於9 不是等於9等於9 他講這句話 相同的重量 所以換句話說 A杯的酒精加水 會不會等於B杯的酒精加水 會 所以這兩個相加 3X加 x A杯的酒加水啊 應該會等於B杯的什麼 9加水 會等於y加y 所以得到結果是4X等於2y 所以請問你 2X不是等於y嗎 注意了齁 所以請問你 x比y幾比幾 1比2還是2比1 那你猜 1比2 因為這裡寫是y嘛 所以但是裡面乘裡面等於1y 所以這裡就1 所以這邊就2 雖然就1比2 看懂嗎 所以我知道x比y是1比2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還原回去 什麼還原回去 還原什麼東西 你就好x呢 就用1帶 y呢就用2帶 所以我知道A杯裡面的話 水有多少 水 水的話是不是應該就是3 還有1 然後B杯的話呢 是多少 2跟2 看懂嗎 看懂 好 而且答案出來 請問你混合以後的水多少 水 混合的水 這兩個就是水嗎 所以答案就是3加2 比上來 酒精通話是這邊對不對 是不是1加2 所以答案就變成了 5比3 好 這個你把他寫上去 成績 多 COM 1 2